还有来看到的是一年一度的吃客山金针花季即将在8月到来 满山遍远的金针花海相当美丽 总是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造访 而代理镇长江东城就担忧 车满为患的交通情形 可能影响到用路人以及在地居民的安全 因此就特别率领了公所农业客 前往吃客山视察道路现况 一年一度的吃客山金针花季将在8月到来 满山遍远的金针花海总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造访 镇长江东城担忧车满为患的交通情形影响用路人 以及在地居民的安全 江东城率领公所农业客前往吃客山 视察道路现况 金针花季 那我们预计是在今年的8月6号到9月21号之间 那我们会采取的管制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 针对我们上山的吃客山的路段 还有193线103到104公里处 他们在193线上是禁止停大客车 那在山上的部分因为有五个地点 是因为它的路幅比较狭窄 所以说我们也会在那个吃客山上的这个五个路段 分别划设红线来限制我们双向的那个历史停车 吃客山花季的交通管制计划 后续会再提送花莲县道路交通安全联席汇报审核 江镇长说8月金针花盛开 届时又是一片热闹并且美丽的景象 希望民众在尽情观赏美景的同时 也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道